好了,很欢迎大家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现在我们讲的问题就是讲近代中国文化的精神 近代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文化呢? 我们现在暂时在讨论的都还是政治问题 现在在讨论中国文化里面近这百多年来 为什么一直想实行民主政治 我们的口号讲了很久了,百多年了 清末到现在说要实行民主政治 都实行不了的呢? 中国到现在仍然还是一党专政的呢? 为什么不能实践到这个民主政治呢? 为什么知识分子多次的努力 最后主政治的结构都不能够真正实现出来呢? 另外就是,为什么变成现在中国这样 这个共产主义 这个变成主宰主中国呢? 共产党主治中国呢? 为什么共产主义可以在这个中国文化精神的土壤里面 产生这么大的力量呢? 这个问题呢,我们上次就一直在讲这个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呢? 其实呢 上次提到的就是说 共产主义里面有一种理想 这种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很理想的共产世界 很理想的共产世界 那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这样的理想呢? 才有一种所谓文化精神力量在那里支持他们 没有文化力量支持呢? 是没有力量的 不能够说经历这么多次的战争 经历这么多次,这么多年 他的政策都仍然能够掌管到这个中国的 这个 一定有股文化力量在里面的 这个 如果不是 不会有当时有这么多千千万万的青年人 会为这个共产主义而牺牲的 那当然 之前我们讲过 这个共产党当然有他的优点 他能够这个 他的组织很严密 他的政策 他的军事都运用得很好 但是呢 问题就是他们里面一定要有一种精神在里面 而这股 是和这个中国文化的精神相通 所以他才能够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土壤里面 生根才有力量 才能够造成现在这样 由共产党统治中国 那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精神 共产主义里面这种精神 这种 和中国精神相同 那个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之前讲到的所谓世界主义 天下一家的精神 之前讲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呢 讲过 中国文化很早已经超越了这个 国家主义的说法 这个不是说一个国 而是说所谓天下 讲天下的观念 中国文化一早已经超越了这个国家 而讲到这个天下 这个就是中国文化里面 原本有的一种超阶级的精神 讲世界主义 讲天下一家 所以这个呢 青年人向往理想 很向往一种这样的理想 所以变成呢 也都会向往这个呢 共产主义 所以其实青年人 他之所以向往共产主义呢 最后的原因呢 其实就是 这个讲这个世界主义 和这个超阶级的精神 这个 这样呢 这个 陶军藝先生呢 他这个 写这个文章呢 分析这个 共产主义 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胜利 这个 讲这个原因的时候呢 他就 想起 他自己 年轻的时候呢 都曾经 因为这两个原因 他自己都曾经因为 向往这个 世界主义和超阶级的精神呢 他自己都曾经向往过这个共产主义的 曾经在北京的 中俄大学读书的时候呢 学这个共产主义的 不过呢 他后来自己反省 觉得这种呢 所谓超阶级的精神呢 其实呢 是不可以用共产主义的 那个唯物论来解释的 这个 就是说 讲共产主义呢 他这个超阶级的精神 固然是一个理想 这个 但是问题 他那个支持 他的理论呢 是唯物论的 问题就是这个唯物论就信不过了 这个 这个 正正就是因为唐生呢 他不相信这个唯物论 不相信唯物论的讲法 觉得这个唯物论是不对的 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参加这个共产主义的运动 但是当时这个一般的青年人呢 就不是好像唐生这样来去反省 当时一般的青年人呢 都以为这个共产主义呢 讲过理想呢 就是中国文化所讲的天下一家 人人平等的精神 这个共产世界 共产天堂的理想 真是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 用这样的理想来去讲 所以青年人都非常向往 所以呢 很自然就是这个俄国的 共产主义国家呢 认为他就是已经是天堂了 认为这个 马列主义就是圣经了 这样 所以就很多青年人 附和这个讲法 或者参加这个共产主义的运动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这个 为什么当时这么多人 参与这个共产党的动机 所以呢 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动机呢 其实呢 我们觉得呢 当时那些青年人呢 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同情和了解的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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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生他自己教书的时候呢 这个呢 后来在学校教书呢 这样呢 他都经常感受到 那些左傾的青年人呢 其实呢 反而是比较诚恨 比较诚实的 这个意思是说当时来说呢 很多时候有些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呢 其实都是一些向往理想的青年人 相对地 他们是比较诚恨的一些 真实 真诚的青年人来的 反而是比较人道 比较正义的一些青年人来的 这样这个 所以当时其实社会上很多 说法呢 或者很多那些思想 比较简单的人呢 他们都会呢 这个呢 同情共产党的 当时来说 确实呢 他们是会同情共产党的 这个啊 这样呢 所以如果用回 这个我们新瑜伽的说法呢 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觉得他们呢 就是受到欺骗了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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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被骗的人呢 我们不可以 啊 啊 不是说只是说他错了 啊 而是呢 啊 觉得他们呢 其实正正因为呢 是向往着某种理想 这方面呢 啊 其实呢 是很可敬的啊 仍然都有他可敬的地方的 啊 这个啊 但是问题 这个理论始终是不对的 说唯物论呢 就一定是错的啊 啊 这个 由唯物论 或者由唯物史观 来到去讲呢 就会将 一切好的 都讲成坏的 无论几好的理想 啊 你将它用唯物论 或者唯物史观的方法来去讲呢 就一定会变成坏的啊 这个啊 这个啊 但是当时就比较少人从这个哲学的角度来去反省这个问题 啊 这个啊 这个啊 但是用事实来都要证明 也都很困难的啊 这个啊 因为这个唯物史观的发展呢 你很难这个啊 这个啊 讲到这个历史怎样发展的啊 这个事实也都很困难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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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君毅先生 他们呢 新瑜伽的人物呢 他们有时候就是想 讲 跟中国文化了 啊 他们想讲跟中国文化啊 啊 想用这个证明中国文化 的讲法啊 啊 这个 在精神上面 在道德上面的价值啊 啊 啊 觉得 中国文化应该比较高的啊 啊 这个啊 就是他们呢 尝试呢 用这种这样的方式啊 啊 想说明 中国文化在精神上面 道德上面的价值 其实是比 啊 啊 他们现在一般人 所想的那种 啊 共产主义的理想更高的 啊 就用这样的方法呢 来到去讲 啊 这个啊 啊 啊 这样就是 当然呢 我们发现呢 影响力有 啊 不够当时共产主义的影响力这么大 啊 这个啊 那么当时的一般青年人 都相信共产主义 啊 亦都相对地是比较真诚的 啊 这个啊 啊 但是问题就是啊 如果我们讲这个中国文化 啊 的时候啊 这个啊 其实呢 讲这个乘呢 啊 这个义 这个价值呢 其实是更加高的啊 讲真诚 啊 中国文化的说法呢 是更加高的 价值更加高的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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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很难去说服那些青年人相信这个说法的啊 啊 就是我们如果要通过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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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啊 自我反省啊 如何去讲到这个中国文化精神呢 是 有个这么高的价值啊 啊 对我青年人相信呢 其实是很艰难的啊 其实这个也是啊 我们现在啊 讲这个中国文化的时候呢 都感受到其实就是 现代社会呢 要讲中国文化呢 说它多好多好呢 其实是很难的这个啊 这个啊 总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文化是很不好的啊 这个啊 因为有很多方面啊 这个又觉得他这个啊 古代的文化又太古老啊 这个啊 这个啊 礼教吃人啊 就是还是不好的啊 这个啊 现代的中国文化更加不好 看大陆人现在多差啊 只要你这样啊 啊 总是觉得中国文化不好的啊 这个啊 所以呢 当我们要说中国文化精神 啊 它的价值是很高 理想很高的时候呢 是很难啊 去说服那些青年人相信的啊 这个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呢 是要承认一点呢 就是当时青年人相信这个共产主义的精神本身 啊 当时那些青年人的精神本身呢 其实是有一个可爱的地方的啊 这个啊 其实他们是真是有股真诚在里面的 追求理想的真诚的啊 这个啊 所以这个啊 如果不讲这个学术上的问题啊 啊 啊 这样呢 其实这个啊 这个是代表着一股理想的啊 共产主义其实是代表着理想的啊 啊 啊 但是问题就是共产主义它不仅是讲一个理想嘛 它确实有学术上的理论问题嘛 它还会讲这个唯物论 会讲变政法啊 会讲这个劳动创造世界啊 啊 它这个这样的讲法呢 啊 好像很重视这个农民那样啊 啊 又要求人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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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集这个农民的朴后气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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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农民这个讲法呢 其实是中国文化赞成的啊 啊 啊 这个也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来的啊 啊 重视农民啊 啊 啊 重视这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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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中国文化的重视的地方来的啊 啊 啊 这个特点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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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共产党又是这样说的 结果呢 就是令到共产党呢 可以得到中国 啊 农民的支持 在这方面呢 是做得很成功的啊 啊 这个啊 啊 但是其实我们是应该要反对这个唯物论的啊 啊 啊 我们明白啊啊 啊 啊 唯物论 这个名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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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唯物论的讲法啊 啊 是不对的啊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啊 啊 但是呢 如果只是说唯物论这个名字呢 啊 这个名字啊 啊 这个呢 在中国的学术界呢 其实呢 又不会太过反对的啊 啊 这个啊 在西方的学术界呢 对唯物论呢 是很反感的啊 啊 那为什么呢 因为唯物论呢 是否定上帝 啊 唯物论是否定上帝啊 西方的学术呢 啊 这个 好着重讲上帝的价值的啊 这个啊 所以这个呢 如果你说唯物论是否定上帝呢 西方的学术界来说呢 就很多人呢 都对这个讲法很反感的啊 啊 上帝可以说是西方学术文化啊 正统学术文化的一个灵魂 啊 不能够被否定的啊 啊 那所以唯物论呢 就很难在这个啊 呃 欧洲啊 英美啊那里呢 得到一个很大的势力 啊 这个啊 那这样就结果呢 这个唯物论的讲法呢 只可以在这个西方正统文化 比较弱的俄国呢 啊 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势力 啊 这个啊 这个啊 那在中国来说呢 就没有一个好似基督教那样的一些固定的中国组织啊 的宗教组织啊 中国呢 也都是没有那么受这个基督教的影响的啊 相对地啊 没有一个好似基督教那样的一个大的宗教啊 这样的讲法啊 在中国现代思想里面呢 也都发展不到这些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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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思想呢 这个引入西方的讲法里面呢 也都 啊 就是你要对抗唯物论呢 你要发展一套唯心论出来的 那么中国近代的思想发展呢 也都发展不到一套很著名的唯心论的讲法 啊 啊 那所以结果呢 就没有什么这些啊 反对唯物论的哲学 啊 来到这个啊 出现呢 就去阻挡这个唯物论的发展啊 啊 那所以这个呢 那当时的唯物论呢 是比较容易呢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 蔓延开去啊 啊 很多人都相信唯物论啊 啊 啊 那唯物论如果只是讲客观的物质存在 讲这个客观的世界存在啊 只是将这个 唯物论只是讲这个客观的物质啊 客观的世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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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上來也不是太大問題 這樣也有問題,不過這個問題沒有那麼大 如果只是說這些簡單的 這個世界才有物質,然後又有人類的存在 所以就著重這個物質的世界 這樣問題也不大 因為如果只是這樣說的話 它沒有排斥到其他的價值 沒有排斥到其他的價值 而中國在這個時候,其實很想提倡科學 而科學,又以物質的科學是最重要的 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最想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物質的科學 即是我們今天所謂的科技的東西 中國人打仗輸給西方人 所以很想要一些船肩炮利的科技的發明 科技的發明 甚至日常生活都很想要一些科技的發明 科技的物質 所以中國人最需要的就是所謂的物質的科學 就是因為這樣而提倡科學的嘛 中國人不是因為要實踐什麼科學精神 而去做的嘛 這樣說唯物論 就很著重客觀的物質 這樣說唯物 一定是說一些物質的東西 中國人又很想要一些這些物質的科學 那這個時候呢 一說唯物論這個名字 聽上去就好像很科學一樣 而中國的科學家 之前都說過 中國科學家就跟西方的科學家就不像 有些地方不像的 就是其實中國的科學家 那個科學精神就不是很強的 中國的科學家是很關心政治的 關心政治的 所以中國人覺得 這個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科學和政治的問題 而這個共產主義講唯物論 看起來它又科學又政治 剛剛好 剛剛用 這個名字看起來很科學 共產主義又很政治 正正是很用的 這個 所以這個民國以來 中國人要求有這個民主政治 共產主義 虛構了這個 無階級分別的社會 共產主義最後講過理上 是一個無階級分別的社會 這個正正是中國人所向往的一個民主政治的社會 从字面上看 这些共产主义的说法 的确是最民主、最平等的社会 于是中国人就忘记了 原来事实上 苏联是一党专政 并不是民主 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实践 实践出来其实是一党专政 并非民主 所以在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人热烈追求德先生、蔡先生的意识 结果最后被维密伦的共产主义所利用 中国人在政治社会上的要求 对于国家的要求 很多时候变成支持共产党的力量 另外共产主义除了讲这个维密论之外 另外还讲这个辩证法 辩证法 辩证法看上来比胡锡所说的实验主义方法更加好 胡锡说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方法论是要先虚扣假设 然后再要求证实 所谓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这是胡锡是很出名的讲法 这个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这个讲法是科学方法的其中一个 可以用来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用来做这个考据的方法 所以中国人后来考据历史考据文献 结果都很多时候用了这种这样的方法 这个所谓实验主义的方法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共产主义提出一个辩证法的方法 辩证法的方法比实验主义好像更好 因为辩证法更加能够看到历史的演变 用辩证法的方法来去看这个世界 看事物的发展 原来是更加能够看到历史的演变 辩证法讲正反合的变化 由正反合的变化来去看问题 看事物看历史 是更加容易看到一个比较简单的规律 用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容易看到规律出来的 用来看问题好看事物好看历史 都是比较容易看到一个规律出来 能够看到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 这种说法其实有点像中国古人那种思想 中国古人讲这个历史 很多时候他们讲一个历史的规律 都是类似一种这样的简单的规律 另外这个共产主义的辩证法 是着重讲矛盾和斗争的 辩证法因为正反合 正反合很多时候就是讲这个矛盾 因为它由正到反 是讲这个矛盾斗争的 而矛盾和斗争正正是现代中国人觉得很不安的一种情调 中国人是很不喜欢斗争的 不喜欢出现矛盾 不喜欢互相斗争 对外国或者对外来文化的冲突就是一种矛盾和斗争 其实中国人是不喜欢的 中国人其实喜欢安定的 所以现代中国人的心情 在这个唯物辩证法这个名词底下 觉得挺好的 因为这个矛盾斗争正反之后 是可以合的 这个挺好的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辩证法的名词 就可以输法出来 得到输法 中国人那种心情得到输法 而在新文化运动 胡锡所提倡的这个实验主义方法 是没有一个对科学促进的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所谓的方法论 方法论里面 除了共产主义的这个唯物辩证法之外 相对地比较出名的 就是胡锡所提倡的这个实验主义方法 这个刚才说过 这个实验主义方法 其实对科学的促进 这个力量其实不是很大 胡锡的这种科学方法 它的力量最多是用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用来批判中国文化的范围 它只不过是用这个所谓科学方法 用来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 所谓批评国故 那结果呢 这个提倡这些科学方法的时候 就造成一个流弊 就是令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 就不信任了 觉得中国历史文化全部都是乱的作用 经常都很多自己假设出来的东西 信不过的 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信不过的 这个 而科学方法所做出来的那些考证 这个呢 也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又不够古人那么严谨 又不能够解决中国人当前迫切的现实问题 这个呢 胡锡也提出科学方法 既做不到这个 发展不到这个科学 对这个科学的发展没有什么大力的推进 结果就是用来对这个中国文化做一个批判 令人信不过中国文化 那结果呢 这些这样的科学方法呢 只可以用来做考证中国文化的文献啊 历史啊 这样的东西 做出来呢 又只不过是零零碎碎 那样呢 提倡科学方法 其实原来是解决不了当前 中国人所迫切面对的那些现实问题 就是这个西方列强呢 入侵中国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哦 这种考虑下 某些历史文献是没有什么大作用的 你提倡科学方法也没有什么用 那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呢 其实本来呢 就是说这个所谓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呢 其实是一个整体的配合的 知 就是要整个的知 你要知道天道 知道天理 行呢 就是要整个人的人生的行 人的生命去投入去 而不是说一些所谓零零碎碎的那些 怎样知啊 怎样考证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呢 中国文化呢 其实呢 就觉得这些这样的科学方法 这些这样的考证啊 其实呢 就很零碎的啊 就是要用传统的 愚家精神来都去看看这个 《论遇》公野长篇里面说一下 《指路有闻》 《未知能行》 《唯恐有闻》 胡锡所提倡的这个实验主义方法呢 就很零碎了 和传统瑜伽的精神 传统瑜伽的讲法呢 就很不同的 那所以这个新文化运动之后呢 打倒了这个愚家思想 啊 愚家精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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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说不到这个愚家精神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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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科学,有大而统一的系统,不灵衰 胡诗他们提出的科学方法,自由主义的方法 能不能对抗共产主义呢? 我们发觉是不行的 为什么他们提出那套,英美自由主义那套 对抗不了共产主义呢? 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那套精神说出来是用不到的,是零碎碎的 但是共产主义的说法里面,我发觉有哲学有科学 又有一个很庞大的统一的系统 一点都不零碎 是比较容易令到中国人追求这种整全的 知行合一的一种要求是配合的 共产主义有全面的知,一个比较全面的看法 对历史有一个展规律的看法,全面的 可以满足到中国人对全面知的渴望 共产主义又说即知即行 又说理论和实浅合一 很配合中国人的知行合一的要求 所以这个在五四运动之后 那些人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所以就放弃了这个瑜伽思想 那用什么来填到呢? 发觉用模式那一套是不太行的 那结果就是选择了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正好填上这个空缺 正好填上了这个空缺 成为一个中国近代在文化上面 思想文化上面一个主宰的力量 那就是这个为何共产主义呢? 能够在中国文化上面 生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继续跟大家讲 多谢大家